老祖宗每创立一件武器 真实的意义都是为了破另外一种武器 因为 硬碰硬的方法在中国人看来很笨 你有盾牌刀 我就用哨子棍 无论你遮挡的多严实 我也能将你打出来 中国武术从来不会承认有绝对的弱者 你有铁马阵 我就用勾镰刀 我不会和你硬碰硬 这也是中国武术器械众多的原因 古人创气必有一意 破枪不一定用枪 破刀不一定用刀 所以双刀破花枪 骨头弓 鸯鸯圈都是为了对付枪棍的器械 中国武术的较量与其说是斗力 不如说是斗智 亲爱的小朋友们 不管你们能不能听懂 希望你们记得 中国武术是头脑而不是四肢 好 谢谢大家